新记录,一天两发运载火箭,多技术世界领先,管中窥豹,中国导弹技术可见一斑。 12月7号,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,先后成功发射了两枚快舟一号运载火箭,一枚采用一件六型,另外一枚一件双型,一共成功发射了八颗卫星进入太空轨道。 快舟一号运载火箭,创下了我国运载火箭,一天两发新证据。 快舟一号运载火箭,打破世界运载火箭的高速高成功率发射的记录,单月两次发射和单日两次发射。 快舟一号运载火箭的高效发射,与我国今年来的大力鼓励军民融合发展密不可分。 换句话说,快舟一号运载火箭,融合了我国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。 我国运载火箭技术一直以来以超高成功率组成,集中火箭的姿态控制、摇杆探测等等技术世界领先,完美保证了我国的运载火箭每一次的成功发射。 当今世界,小微卫星快速发展,这类小卫星重量大多在500公斤以下,功能虽然相对单一,拥有不菲的商用价值。 而小卫星需要快速、大量、廉价的运载火箭发射服务,而各国主流运载火箭虽然运力大,但是生产时间长,发射成本高,不太适合发射小卫星。 而快舟一号运载火箭,就是这个市场背景下诞生的产物,为了满足小卫星发射的需求,快速、大量和廉价,它创新采用了弹道导弹相关技术,实现这三个目标。 快舟一号运载火箭融合了弹道导弹技术,一方面生产速度大幅提升,大量生产,大量发射就可以把发射成本大幅降低。 另一方面,快舟一号运载火箭是可以像东风导弹一样机动发射,甚至可以全天候发射。 快舟一号运载火箭发射现场就是一块水泥地,没有发射塔,火箭从发射车直接发射升空。 可见,五国弹道导弹技术也是世界领先,主力弹道导弹,大都已经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,战时可以快速发射,不需要长时间准备。 导弹本身生产技术和生产速度已经是世界最先进水平。 国庆阅兵一次展示16枚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,而俄罗斯年度阅兵一次不过展示几枚白羊M导弹,这表明我国弹道导弹战斗力世界领先。 未来,随着快舟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增多,积累经验越加丰富,说不定可以像火箭军一样做到同时发射10枚火箭的壮举。